Mitchell Obama 寫說他在小時候碰到一個不是很好的老師 然後他們的教室是在地下室 然後那個老師也不太管他們 總之就是有一點像放牛般那種角色這樣子 那小朋友碰到這種狀況 應該也是大多多多少少回家都會跟媽媽說 我的老師怎麼樣 今天在學校發生什麼事 老師都不想教我們 那個老師不好幹嘛 然後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說Mitchell Obama 寫說 大部分的媽媽就是會笑一笑 然後就跟小孩子說沒關係啦 反正老師怎麼樣 你忍耐一下就好 你還是可以學到東西最重要 但是Mitchell Obama 的媽媽不一樣 她是用她自己的方法 然後去判斷說 這個真的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會影響到我女兒的教育 然後就用盡各種方法 把Mitchell Obama 換到另外一個比較好的班 就是老師也比較好 然後設備環境什麼都比較好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以一個媽媽的角度來看這個 我就會覺得說 哇這樣子的媽媽真的是很有判斷力 然後有辦法在一大堆的資訊 一大堆孩子的 feedback 中去找到 哪個是真的對她未來有影響的關鍵要素 然後用自己手上的資源去改變她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家裡面一個很棒的媽媽的例子 Mitchell他自己當了媽媽之後 然後也進入了白宮之後 他在書上寫是說 因為我們職場媽媽就是要顧工作要顧家庭 很多時候其實真的很忙 所以他也跟很多的職場媽媽一樣 有時候就是在路邊買素食啊 然後或者是在超市裡面買那些冷凍食品 然後微波一下就打發了女兒的晚餐這樣子 但是後來他接觸到了他的廚師 那個廚師就會教他們一些有關於食物的概念 比如說什麼季節吃什麼水果 或者是什麼蔬菜什麼料理比較好 去幫他們準備營養均衡又美味的食物 那一般來講 如果是一個普通的職場媽媽的話 就覺得說 那我就花錢請一個廚師 這樣幫我自己弄就好了 然後甚至最多介紹給一些親朋好友說 這個廚師不錯 或許我們也可以一起來hire他 然後大家share這樣的費用 但是Mitchell Obama不是 他從這個廚師身上 他學到了一些有關於食物健康 跟食物安全的資訊 他就覺得說 這樣子的資訊應該是大家都知道的 不應該是只有雇用這個廚師的人知道 所以他在白宮的草坪上面 克服了許多困難去挖出一個苗圃 一個菜園 然後邀請小朋友到白宮去 自己種蔬菜 自己種一些東西可以來吃 然後也藉機去推廣 這樣子食物安全跟食物營養均衡的教育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很典型的一個 從自身然後去發揮影響力到公眾利益的事情 他不會把這個利益留在自己身上 然後也不會只讓自己 或者是周邊的人享受這樣子的利益 他想到的是怎麼樣讓最多的人知道這件事情 那中間當然會有很多困難 可是他不會怕 因為他覺得這個是對的事情 所以他就投注了很多的心力跟資源去做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包括兩個部分 一個是很冷靜的策略思考 另外一個就是很火熱的心 其實就是我看到一個非營利組織的領導人 或者是一個非營利組織的工作者 最理想的樣子 所以我在推薦區裡面才會想說 有時候政府可以做得像非營利組織 就是因為我看到Michelle Obama這樣子的例子 不管是你剛進入職場 然後或者是在職場上面想說 我要不要轉職啊 然後這個工作到底是不是對我最適合的 那我的未來在哪裡 在職場上迷惘的女性 然後或者是已經當了職場媽媽的一些女性 那我之所以會推薦給這些人呢 是因為我自己就是一個職場媽媽 然後看過之後 真的從裡面得到很多很多的力量 那包括說 身為一個女性不應該是限制 有的時候你在的環境裡面 會有很多的挑戰 但那些都不應該是限制 最大的力量應該是從你的心去開始的 那即使是像Michelle Obama這樣子的人 他自己也是克服了許許多多的困難 然後跟挑戰 然後一路這樣子走上來的 如果他都可以這樣子的話 我們或許沒有辦法像他做得這麼好 做得這麼厲害 但是我們是可以看他的腳步 然後來從中得取一些養分跟經驗 然後 或許可以從中萃取出一些 我們在生活上或在職場上面 也可以應用的面向 所以我很希望這本書可以 就是推薦給所有的女生 就是在職場上有個工作者 尤其是女生 然後因為這本書可以讓我們知道 我們的力量可以有多大 可以讓我們看到 我們在職場上有一個大型的 在職場上有一個大型的 在職場上有一個大型的 這本書可以讓我們在職場上有一個大型的